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据外媒报道,在线零售去投亚马逊正在打造一家专注于将视频服务融入购物体验的初创公司Amazon Live。 本周,亚马逊开始为Amazon Live招聘大量的用户体验设计师。 根据招聘信息来看,这家初创公司的宗旨是利用具有互动性的流媒体视频,为用户提供全新的购物体验。 据悉,该计划是亚马逊全新的战略举措之一,并且得到了公司管理层的大力支持。 目前在亚马逊网站上有一些商品被标注了Amazon Live标签,其中大部分都是带有视频指导的美容类产品。 这种视频类似于Facebook,YouTube和Instagram上常见的美容产品演示。 同时亚马逊发言人也表示,这项服务并非首创,但是Amazon Live却加入了流媒体形式的购物直播体验。 亚马逊已经在自己的平台上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入门教学视频,从简单的烹饪教学到家庭改装,再到小工具的使用技巧。 虽然有些看起来有广告的性质,但是其中有些是由记者、美容师或专业的化妆师主持,而其他的一些则出现了社交媒体名人的身影。 目前亚马逊这些视频都是事先录制好的视频,而并不是现场直播,也不能互动。 三年前,亚马逊收购了游戏视频实时分享平台Twitch,不过目前该平台和亚马逊的零售业务暂时还没有太多的交集。 现在Amazon Believe公司的创办,预示着亚马逊会将购物视频服务推向社交媒体领域,而该团队希望能够凭借亚马逊的影响力,来吸引各种网络名人和专家来帮助销售产品。 这已经并非亚马逊第一次使用视频作为手段来销售美容或时尚类产品了。 去年,亚马逊曾推出了一档名为Style Code Believe的实时直播节目来告诉消费者如何穿衣搭配,但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 这档节目之前并未出现在亚马逊的频道目录中,但是未来将被划分到Amazon Believe的名下。 感谢观看